拿起花筆仔細地描繪原生植物 另外還有用泥土與燒柴黑炭 繪畫出百合花朵與葉子 這些都是來自阿根廷的藝術家 Catalina Scuba的作品 進行創作前 她也特別前往屏東高市 高雄納馬俠部落 採集當地落葉花果 運用自然植物織椅彩繪 非常好 希望人們也開始幫助我 做這種試驗 這個意義是 不僅是描述地藝術 而自然的藝術 而是把藝術放在藝術中 Catalina Scuba是一位熱愛山林 與自然的藝術家 到原住民部落 除了採集自然顏料素材 也體驗當地文化 並將所見呈現在創作繪畫中 I do drawings, very big I am now working in one of them with like the different things I saw in I go to Namashan, to Mudan I start my drawings of my experience there I can see how they work So she's there working 大自然中許多植物素材可作為顏料來源 藝術達到自然循環、環境保育 而Catalina Scuba 9月也將在不二展現駐村成果 人家總贊打給我高雄嚴誠採訪不到 與正式的導ved 我寶貝